你 你干什么 小丑 警告 肖师傅从今天开始是我的男人 不要得笑想我的男人 你就这么确定 你不会是下一个我吗 他现在不会觉得你有用儿 但他找到下一个比你更有价值的你 就会把你 我吓 你们要干什么 来一把肖妹妹 这个不好 你干什么 我三个哥马上就要过来救了 他不过来 他放过你们的 三个哥哥 我欠丑 我真把自己当人家大小姐了 你不是叫人家很好哥哥吗 我叫他好 你好好小时候 欠丑等你脏了 肖师傅就更不需要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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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哥哥 小妹 小妹 你没事吧 小妹 你跟后生 我们三个都会给你成腰的 我想回你家 你叫 哎不是 又是老大又让老大想家人 路面上啊 你把小妹姑放下来 让我来 路人啊 我们不是被你爸接回来了吗 你为什么还要找一个 有夫之夫 妈 你服务啊 爸只是二爷又不掌权 况且上了个社会 对我这种私生子女特别不友善 只有我自己有了势力 才能在陆家站稳脚跟 那个萧时茂能帮你 妈 你别小看萧时茂 他仅凭自己一人 三年内白手起家 现在又跟陆氏集团打成合作 拿下一个价值百亿的地产项目 等这个项目一成 他就是海城最炙熟可乐的新贵 到时候荣华富贵 不手道起来 好好好 还是我闺女有本事 明天项目一成啊 我就是海城首富的丈夫娘 那我就是海城首富的妻 你说什么 那个狗东西居然敢这样对你 我真的是 我必须让他见识见识 我的妹妹 岂能是被一个砸碎就能欺负的 亏你还给他们一个白衣的项目大哥 我现在就把项目撤回来 让他不仅空欢喜一成 还要让他的前妻投入 全部打水票 我先不要这位答应给他的项目 小妹 他都这么对你了 你还这么心疼呢 我的妹妹啊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还有书目的心象呢 我 我要让他开心 开心到忘乎所以 开心到不把所有人都放在眼里 最后 再把他狠狠的踩在脚下 我要在我们陆续的招标会上 甚至要出息 看着他震惊到扭曲的脸 然后宣布停止与他合作 换人我要让他真真切切的感受到 什么叫做千里之远 直尺俱灵 我要让他败徒弟 喂 陆续的 什么 明天的招标会地点 逮到四号酒店了 由陆大小姐亲自主持 好好好 我明天一定正常出息 陆续大小 是新人姐姐 是真正的陆大小姐 不过 陆大小姐为什么 会关注我们如是同的招标会 定是陆续人在杜绩面前 替我们一样的 这 咱们的选择出来的陆续冲 跟陆续人在一起 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连招标会的参加 都是中午亲自打电话给你 是重视咱家呀 马上就要飞黄腾达 海城首座 只人可待 哈哈哈 天呐这好酒店 这可是七星级的顶级大酒店 据说这里人均消费十万几步 一次普通的招标会 仅仅因为陆家亲亲参加 就包下了整栋酒店 这位陆家大小姐得多受宠啊 我这位表妹确实受宠 听说她从小到大 吃的用的都在六位数网上 在她十八岁那年 三位陆绍各是送她价值百亿的成人里 可以这么说 在陆家得罪谁都行 就是别得罪我这位表妹 她可是陆家的眼珠子 一句话就能定人生死 星儿 多亏着你 在陆家少爷面前为我美 你简直是我们肖家的贵 以后 我订阅好对 拿下此次招标会 我就向你求婚 嗯 我做什么了 让她这么高兴 难道是陆家中心 为了欢迎我回陆家 怎么有这个理由 这都是小事 我在陆家的地位 远非你们可以想象 只要你好好待我 我能给你的好处还多着 我一定会保护你 儿子 我可别上头 待会看到陆家小姐 你就出入手镇头了 你一整陆家小姐看上了你 你陆家你不就是傻蛋了吗 还用你说 什么 陆建宠 你还看不清我们之间的差距 明天过后 我将会和首富陆家 签署合作 地皮下来我将扶摇直上 而你不觉得闹得太难看了 太难看了 那这三年来的一日三餐 超齿劳累 你现在说的一些毫无意义 那本就是你应该做 你一分钱不赚 在家里不做这些做什么 做少奶奶吗 跟你说过 你会永远爱我 永远照顾我的 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你看着你自己 每天穿着拉里拉遢 一身廉价货 再看着新儿 自从遇见新儿之后 我才明白了 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什么老哥哥 你别跟他生气了 他不就是个黄脸婆吗 说好你也是个家庭主持 但实际上就是个保姆 我老公说话 怪你什么事 又不要脸的小三 谁准你跟新儿这么说话 这样不要伤心 你才是我的此生之爱 等打发点啊 我们马上进 小婶 你真打我 你居然为了别的女人打我 这时候回死 我哥说的没错 就不该为了你 失去自我 失去我原本所拥有的一切 谁就应该为自己啊 为你这种高男人 根本就不值得 少在那自己为自己反动 几片饭省点钱 真以为自己有多大付出 好 辛苦了 我希望你不要后悔 哈哈哈哈 我们后悔 我们发不得罗普宣天的情 已走呢陆欣诚 可不是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哥跟你离婚可是明智之女 别打着我哥 你咋个路 好啊 那我告诉你 临时 我就是守护陆氏三金 陆生丑 你们口中一步登天的项目 是我给你们的 陆佳大小姐 就凭你啊 你是陆佳大小姐啊 哈哈哈哈 要死人了 大家听清楚啊 陆欣诚 但不是因为我哥要跟你离婚 所以疯了吧 你真以为自己姓陆 就想听我乌乌书 是想在临走之前 吓我们一下 哎呀 我好害怕呀 经理之外 爱信不信 等等 你知道我女朋友心儿是谁吗 她就是那位陆大小姐的表妹 陆欣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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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欣诚小姐啊 原来你就是陆家的表小姐呀 怪不得气的这么天生脱俗 被那道人的 这我就是妈 姐姐气质一看就不是一般人的 果然如此 我和我那三位表哥和表姐 关系可好着呢 三个表哥除了表姐 最疼的就是我了 这次世贸能拿下陆家的项目 也是因为我帮忙 只是我倒不知道 那高高在上的陆家表姐 什么时候变成你这样一个辣烂的黄脸破 真是巧 我怎么不知道 什么时候多出来这样 一位爱举别人想撒的表妹啊 陆欣诚 我没资格打我 陆欣诚 别太过分了 但那好 我可什么都我家的人 大妈 我都不耐烦 陆欣诚 为下你心儿道歉 不可能 是你吧 你这个贱女 你看我们家白痴白痴 还这么多年啊 生日好生日 我们要是被你牵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儿子 儿子 快去 小妹最爱痛 正好把这几年的高地 都给她买回来 小妹喜欢吃零食 我把市面上能买到的几乎 我都国产的全给她买过来了 这上面是小姐的生活习惯 上到饮食习惯 下到喷调温度 环境湿度 通通背下 小姐回来之后 绝对不能让她再受一点委屈 是 大厂 二厂三厂 这些损失怎么老板你们亲自动手 我是管家 要给我就行了 谢谢 小妹的事 我们家也二人之间 三位少爷 还是一如既往 能爱小姐 特别是大厂 我本件是父母收养 这陆家 我都不欠 对她是应该的 对了 姑爷爷要回来 是用准备写什么 不用 小姐会不太高兴呢 我会不高兴了 随便弄弄吧 怎么了 你被欺负了 你干什么 小姐 警告 小师傅从今天开始是我的男人 不要你笑想 你的男人 你就这么确定 你不会是下一个我吗 她现在不会觉得你有用而已 等她找到下一个比你更有价值的女 顺顺拔面 我吓 你们要干什么 小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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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个哥马上就要过来见我了 她不过来 不得放过一份的 鸭子哥哥 我先吵 我先把自己当中家大小姐了 你不是要三个好哥哥吗 我跟他好 你还好享受吗 你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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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 你没事吧 小妹你没事吧 小妹 我是不是你跟他回书 我们三个都会给你撑腰的 我想回家 好 你想 哎不是 这 哎不是 你又做老大 你又让老大小朋友 陆眉上 你把小妹裤放下来 让让我来 女人啊 我们不是被你爸接回来了吗 你为什么还要找一个有夫之夫 妈 你糊涂啊 爸只是二爷又不掌权 而且上楼社会 对我这种私生子女特别不友善 只有我自己有了势力 才能在陆家站位脚跟 那个萧世茂能帮你 妈 你别小看萧世茂 他仅凭自己一人三年内白手起家 现在又跟陆氏集团达成合作 拿下一个价值百亿的地产项目 等这个项目一成 他就是海城最炙手可而的新贵 到时候荣华富贵 还不手道起来 好好好 还是我不是你有本事 明天项目一成啊 我就是海城首富的丈母娘 那我就是海城首富的妻 你说什么 那种东西居然敢这样对你 我真的是 我必须让她见识见识 我的妹妹 岂能是被一个砸碎就能欺负的 亏你还给她们一个满意的项目大哥 我现在就把项目撤回来 让她不仅空欢喜一成 还要让她的前期投入 全都达水平 不 先不要这位大人给她的项目 大妹 她都这么对你了 你还这么心疼呢 我的妹妹啊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 还有数目的形象呢 不 我要让她开心 开心到忘乎所以 开心到不把所有人都放在眼里 最后 再把她狠狠地踩在脚下 我要在我们录制的招标会上 一盛章出席 看着她震惊到扭曲的脸 然后宣布停止与她合作 换人 我要让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什么叫做千里之远 直尺距离 我要让她 拜祝地 喂 陆主理 什么 明天的招标会地点 逮到四毫酒店了 由陆大小姐亲自主持 好好好 我明天一定盛装出行 陆大小姐 是新闻姐姐 是真正的陆大小姐 不过 陆大小姐为什么 会关注我们如此 跟她招标会 并是陆新日在度假面前 给我美啊 对 对 你选择踹了陆新冲 跟陆新日在一起 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连招标会的参加 都是重力亲自打电话给你 是重力 好加呀 马上就要飞黄腾打 海城首座 指人可对 天呐 这好酒店 这可是七星级的顶级大酒店 据说这里人均消费十万几步 一次普通的招标会 仅仅一位陆家亲亲参加 就包下了整栋酒店 这位陆家大小姐得多受宠啊 我这位表妹确实受宠 听说她从小到大 吃的用的都在六位数网上 在她十八岁那年 三位陆少 各是送她价值百亿的成人里 可以这么说 在陆家得罪谁都行 就是别得罪我这位表妹 她可是陆家的眼珠子 一句话就能定人生死 星儿 多亏了你在陆家少爷面前 为我美 你简直是我们肖家的贵 以后我定位好对 拿下此次招标会 我就向你求婚 嗯我做了什么 他这么敢说 难道 陆家今天 为了欢迎我回陆家 和你姐姐的礼物 这都是小事 我在陆家的地位 对远非你们可以想象 只要你好好带我 我能给你的好处还多着 我一定会保护你 啊 儿子 你可别上头 待会看到陆家小姐 你就出事了 好 连一阵陆家小姐看上了你 您入家你不就是散蛋了吗 还用你说 小姐小爷不过我带着等候 您不好走 您好 谢谢 那人好什么气啊 路前 你还还还一天不见怎么做 呦陆前丑 才几天不见 你又换男人了 这个老男人是谁啊 能带你来参加陆家的招标会 可以吗你 一 二 四 四 人都到齐了 好戏 叫开吵 陆前丑 没想让你七不择时到这个地 已经算是个老男人 就该这么张狂 这里可是说能不能再说 很大 吗 你就让你 怎么着 的 大째 我 就 那你 都能當你畢業了吧 陸前寵 沒想讓你欺負責食到這個地 這麼老的男人 你也嚇得去嘴 簡直不要臉 肖氏寶跟我談臉 還沒跟我離婚 就帶著小三燈套不遲 一走糟糕逐妻 你誰表演陸前寵 你現在居然敢這麼找 當時沒找死你真是可惜 陸大小姐陸大小姐我 陸前寵 你早死 兩巴掌還差一跪 我就還完了 陸前寵 蕭總別太放肆 今天是陸家的宴會 老公子你算什麼 你要點教訓我 各位來賓 宴會馬上就開始了 請各位入宴會廳 你 你擋著 等我拿下地獄像 雙飛 小姐這都能忍 不是能忍 我是小孝 他現在笑得越狂 寡哭得越狠 他剛說什麼來著 雙倍鳳凰 看來我還是太善良了 許說 你說我們 喜悲鳳凰好弄 尊敬的各位嘉賓 歡迎參加陸家的招標典禮 典禮馬上就要開始 請大家露座 那老東西 居然是陸府的總管家 聽我爸爸說 陸府的管家從陸老爺子 從爺爺開始就做起了 在陸府的地位很高 這個不要臉的陸前寵 竟然傍上陸家的管家 這是什麼口水呢 依我看 陸前寵怎麼會甘心 為身於一個老頭 他肯定想借機進入陸家 我的三位表哥 陸前寵你什麼身份 竟敢是陸府唯言與無物 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的位置 還不趕快給我滾到後面去 我不 看他那樣 不過是傍上了陸家的老管家 他真以為自己 非常支頭成名媛了 這個位置 馨兒姐姐坐在差不多 陸前寵 你這個賤人 竟敢坐在這裡 趕快起來 作為讓馨兒 大家知道嗎 他 就是個上兩台面的情婦 怎麼敢這麼膽大妄為 你們就不好奇 為什麼我會坐在這裡嗎 兒子 他不會是要以這種方式 繳黃招標會 從而我弄陸家 讓我們招標失敗了 怪不得他會忽然抱上 一個老男人 原來目的在這 你好狠的心 陸前寵 我命令你給我起來 我說了我不 你沒有本事 不要坐在這 你不會真以為 就憑你的下床機 殺河打腿的技術 就可以繳黃我的招標會 我會告訴你 我是獲得陸大小姐的青難 而你 不過是陸家短家的一個情婦 要怎麼跟我比 等招標會開啟 我要你親眼見到我的輝煌到手 我一定把你 把你踩在腳底下和插 那我不太期待你 看了啊 我剛整個兩把人 吃了 你走死 宴會開始 很高興大家今天能夠 地點我們陸家的10號 地產招標項目 今天的項目十分難得 將有請我們陸家大小姐 主持儀式 你狀態不是很囂張嗎 算啊 那我們現實 他哪敢 他現實你只不想 他還要怎麼求人 下面有請今天的主角 我家的大小姐 有請今天的主角 我家的大小姐 是陸家大小姐 我不是在做噩夢吧 那個黃戀婆 難道真的是陸家大小姐 不疼 結婚前 我就調查過陸三寵的身份背景 他就是個無父無母的臭乞丐 他要真是陸家大小姐 怎麼會任勞任怨之後 肖家這麼多年 中載什麼情況 怎麼了 這就被嚇傻了 當年為了你的臉念 不偽裝身份下架 但卻不知好歹 一家人是我們屁女 我也沒關係 數據三年而已 也算看清了 你們是一家子的醜惡嘴臉 陸千聰 很好排貨 居然敢冒中我表姐 我表姐重做那關航班 被天氣源一晚點了 她現在還在飛機上 在哪門的目的大小姐 不必是我家小姐 不必用飛機完全起 不表達 你自然什麼東西 也可以知道你的消息 陸千聰 我就知道你自然是 你一定是從管家那裡 得知陸大小姐飛機管點 就趁機跑來冒出陸大小姐 為了見我 重新回到我們身邊 我真是大費周章啊 打傷隊 開始的原因被報管房 便會呢給陸家三道 聽到了嗎陸千聰 雖然我表姐不能來 但我三位表哥一會兒就到 實相的趕緊撲下來了 整個一會兒等我表哥到了 當面拆穿你 那你沒有臉在海中混下去 是嗎我倒要看看 怎麼讓你那三位好表哥 讓我再喊著 下次見 好大的 我話連天鬧鬧 今晚的晚上 就是你在那樣老婆的睡覺裡面 角落我的招標會 我讓你先到我了 另外不理 我扛到陸家大小姐 看上你這個人家 還讓我放眼整個家 誰敢對我陸家大小姐的見 陸千聰 這時期到 陸家的三位少爺不到了 看他們怎麼收拾這個冒頭 他們妹妹的見 找到之後 被陸家搞的戰爭流浪狗一樣 感覺突然來找我 這就是陸家的三位少爺 這男生好帥呀 陸千聰 你死定 我的三位表哥到了 三位少爺好 在下蕭絲莫 仰慕三位少爺一組 今日無見果然明書記 能見到三位少爺 是我的東西 剛才會合唱 三位少爺 就是陸千聰明的見 他抱上了你們陸家的總家 就是陸大小姐的飛機晚點 就跑到招標會上找過 冒充陸大小姐 保守夢 三位少爺 你一定要好好收 來人 算個什麼東西 你可以跟我們三位少爺說 我 我我之前跟陸大少的助理通過電話 陸大少還說要跟我們蕭絲集團合作 在前 之前答應和蕭絲集團的合作 完全是看在我小妹的面致 但似乎蕭總的腦子好像不太好 一再讓我們的小妹受武器 所以陸家打算是蕭絲和蕭絲集團的合作 我 沒有 沒 陸少說的應該是信任吧 難道陸千聰欺不信任時間 被他們知道嗎 我 你還不趕快跪下你心兒道心 要不是你總操心兒麻煩 我又只會惹怒惹怒 啊 兒子 還要跪下道歉的人是 陸家專位少爺 冤有頭戰有主 欺負你們妹妹 是這個賤人陸軍中 你們打我兒子幹什麼 你知不知道你口中的賤人是誰 你知不知道你口中的賤人是誰 賤人就是他 他呀就是你穿我兒子不穿的破鞋 我流浪的走 三個都算是小貨 也不能不服教我看來 隨便打我兒子吧 看看他 把我兒子打成什麼樣子了 蕭總現在的模樣都算是輕的 來人 你要幹什麼 把他們給我丟進去 給老A 給他 你們幹什麼 我的兒子 哎呀 二十三了 這是溝冠的陸先生 得罪了陸馨兒 不然偷天大禍 所以才牽連你受到懲罰 早知道是這樣 跑出跟他離婚的時候 就被整人弄死他 我 那現在怎麼辦 我們得罪了陸家 該不會被捏忙吧 很不容易錢有錢花 我都不用過以前的苦日子 陸總就別亂說 肖家能有接日的小救 都是我心心出口的 絕對不能讓陸前走的人 女人毀定 就算他當初的我出錢 開公司那又如何 敢當我 我一定不會放我 兒子 你沒事吧 幸好我們還有陸馨兒這段 回頭 我讓他被陸上面前美感繼續 你都被他們打成這樣了 你怎麼還求他們啊 不懂別亂說 咱們家 能弄基神海城貨號碼 還得到休假那塊地 等我有朝一日取代了他 再報復你公司 三位表哥 我叫陸馨兒 是陸正國的女兒 陸正國 那不是我二叔嗎 他只有一個兒子在國外上學 十十萬人多了個女兒 我聽說 二叔最近接回來一個私生 跟小三在外面養了二十多年 說的 就是你啊 那 是我 怪不得你自稱自己是陸家大小姐 原來你是小三生的女兒 真是少良母真 下良歪 我跟陸家表哥說話 有你個冒牌或什麼事 快滾 為什麼不把這個髒東西丟出去 留著髒我的眼嗎 我的錯 陸小姐請吧 廖哥 請吧陸小姐 廖哥 不能讓你追我 我是個表妹啊 拜拜哦 小妹啊 你就這麼輕易放過他們了 他們這麼欺負你 對你百般羞辱 要我看呢 你就直接吞掉小事 讓他們上大街流浪乞討去 六我說啊 你應該直接派殺手 你也太喜歡這樣才好 三哥 我知道你們心疼我 但是剛才的行事你們也看見了 所有的冰哥都在看著我們 小家有個瘋狗似的在咬我們 如果圖一是圖壞解決了他們家 恐怕對我們家不利 或是因為他 小五蛋 他不值得 以前的你天真爛漫 無憂無慮 從來不會考慮真心 你現在看那種笑聲貌之後 一定受了不少委屈 今時今日 我在看見他笑聲貌 是個什麼樣的狗東西 要是沒有我 不能走到今天 哎好了不說了 莫宇說 戀愛腦藥不得 事業剛有起色就拋棄髮漆 我倒要看看 他能走多遠 沒事 你三個這兒 有的是帥哥 啊你看 什麼一線明星啊 頂頂小聲啊 實力有益啊都有 挑花眼吧 沒關係 這樣啊 下周呢我在浩天會所 舉辦一個party 我把他們全都叫 隨便挑 他們一週換一個 給我打的就是不成樣 一週換一個 給我打的就是不成樣 小妹啊 不需要你些臭男人 幹掉二哥 二哥想你 男女有別 你別碰 我妹妹啊 我憑什麼不能碰啊 那就按以前的規矩 第三五規我 二對六規大哥 都有規矩 今天是周二 妹妹歸我 憑什麼 五年三天我就一天啊 今天是周一是歸我 妹妹歸我 什麼歸我的我的 哎我的我的我的 我的 啊 誰把他們盜子 醫生 我兒子現在怎麼樣了 病人是因為老震盪 臉上的傷比較嚴重 不過已經上好藥了 吃藥以後注意不要碰水 按十換藥就行 謝謝醫生啊 兒子 還疼嗎 都是讓我前程男的賤人 要不是他 我也不會掙這麼大的欺負 等我好了 我定要他好了 世鮑哥哥 對不起 我已經向三位表哥求過請了 可是他們實在心疼我被欺負 所以短時間內還不會消氣 沒事 你盡力 聽說 陸燒燒下週舉辦命令派對 你帶不進去 我想 心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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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這 不太好吧 我三哥正在氣頭上 你直接過去不是往槍口上撞嗎 陸燒之所以生氣 是誤會我欺負人 但陸我告訴他 真正欺負你的人 是陸欺寵那個賤 他絕對不會放過他 這樣 小姐就會保住 欺負姐姐 你還猶豫什麼 你可答應我哥啊 你不是陸少爺的表妹嗎 拿到幾張派對邀請函 應該很簡單吧 你可別忘了 我哥 是為了你報仇才變成這樣的 你可不能見死不救啊 陸小姐 我記得昨天晚上 你也被趕出宴會廳了吧 是不是你根本就不認識陸家少爺 騙我們呢 這怎麼可能 就是陸家的表小姐 昨天幫世貌哥哥求情 弄了三位表哥不高興 不就有幾張邀請函嗎 你們等著 我隨隨便便就能弄了 爸 聽說二表哥 周日會在後天會所 舉辦民流派對 我也想去 鄭國 秀兒也本是咱們陸家的大小姐 可一直跟我住在外面 受盡了委屈和屈辱 還被人追著叫私生女 但你看咱們秀兒多麼懂事 從來沒跟咱抱怨過 你先讓他慶嘛 你就讓他慶嘛 不就起來要錢孩兒吧 爸給你要 謝謝爸 你真好 三哥 哎 嚇死了 這麼多帥的 三哥你趕緊慶一下 呸呸呸呸 你哥我可是吃了 這些啊 是我給你準備的對象不備易 這麼多 謝謝大哥 幹什麼呢 沒沒什麼 哎 有些機會是要不爭取的 你已經錯過三年了 你還想要再錯過嗎 你們算哪個蟲 你們我 我告訴你 我也信路 這個家的主人 是我的情歌 我搞清楚 三弟 你確定小妹喜歡這種 那大哥你說 小妹喜歡我這種 還是三弟那種 還是你這種啊 對呀 反正咱們仨 都是爸媽的養子 咱們是不是也可以跟 牽宠談戀愛 你們看啊 我呢 跟牽宠的年齡最相當 是不是 我說巴打什麼呢 都在呢 我正好告訴你們一事 你們周日 若有一個民族派對吧 我女兒行人在這 什麼 二叔 這次派對呢 請到的都是我們 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 你女兒來參加 不合適吧 有什麼不合適 我告訴你 我來就是通知你們一次 不是正確你們意見 可是 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 你有個女兒啊 這帶出去怎麼接上呢 說是你的犧牲女 路牽手 這麼給長輩說話 出去了一圈 連記不得理睇都不知道了 二叔 我們尊重您的前提 是您做到了長輩應該做的事情 教育自家你 跟前輩的樣子 都怎麼資格說話 他媽 都出血了 二叔 這是那陸家 請注意自己的生意 就算是二叔 不以傷人意一樣要做 學三個 就是陸家養的狗 有什麼資格和老子說話 告訴我 你們的 是我的親哥 我才是真正的血緣至親 給我出去 有什麼資格打他 就算他不是親生的 但他現在也是陸師的長舵人 你們一家老小 還不是得靠他賺的錢來分厚 他打了他 郭靖 那麼就往外管了 放著你才是跟不著我外管 來的對你們說一話 我告訴你 周日的派財 現在來進了 爸爸怎麼會有這樣的弟弟 自私自利有目中無人 簡直難以忍受 疼嗎 你怎麼來了 都怪我 要不是我說話激怒了二叔 你也不會被打了 這點小傷 不算什麼 可我不想你被打 更不想你受傷 也不想說委屈 我不委屈 我不委屈 尤其 是為了你 先生 你放心 有我在 我不會讓你受任何人的委屈 啊 你該不會 真把我當成你哥哥了嗎 剛才二叔不是說了嗎 我們之間 沒有血友關係的 那個我還有事我先走了 我 這怎麼回事 以前面對陸文盛 都沒這麼緊張 喂前床 你自己的選票派對 你可不許缺席哦 你放心 既然蕭世茂會陸星兒要去 我也一定會去 蕭世茂 上次草草放過你 現在你竟然又撞上門了 真是 我要讓你把氣餓我的 都加倍奉還 我知道當你發現你所厭祈的妻子 是你這輩子的渴望不可其的存在 我就跪下來請我原諒 謝謝仙人姐姐帶我來一家社會 據說這個浩天會所 有情況怎麼 靜兒 你真是太讓我解壓 這麼私密 又全是上流人士的派對 你也能帶我進來 你真是我見過 最優秀 這三兩秒 我哪有那麼好 是你太誇張了 你就是什麼 仙兒 你放心 等我除掉陸前手臂的劍 再拿到陸家的補助 我一定瘋瘋瘋瘋瘋的 把你取心 好 志茂哥我等你 你倆別在這里外行不行 真叫人噁心 霧千寵 怎麼哪兒叫你 真是英國不散 你能來 你不能來嗎 你能跟我比嗎 我可是陸家的表小姐 這個派對就是我三個表哥創辦 我自然是要來的 你不會知道我來這里 特意跑來歸求我父母的 陸前寵 你使得這條金嗎 我現在只愛親兒 小師傲 家沒有鏡子嗎 我真不知道 你哪來的臉說出這種話 陸前寵 少說點廢話 這裡可是全省最頂天的浩天會所 所有名流在這裡辦派對 也不看你是什麼檔心 哥哥來這兒嗎 趕緊滾 能不能進去 不一定是 馨兒 說不定他確實能進去 畢竟給你們陸家的學術睡一覺 就能換取新派對的機會 陸前寵傳這麼多 還想進這個派對 真是好笑 我是陸家的表小姐陸馨兒 你幫我看看這個土鞭穿成這樣 能進我們陸家的派對 我想 就是 聽到了嗎陸前寵 這裡不是你該來的地方 趕緊滾 確實 如果是你們穿的牢土 暫時進不去了 但我披個麻袋都能進去 你們進這個會所 是會所給你們填包 而我進這個會所 是我給會所念的 哈哈哈哈 陸前寵 這絕對是我聽過最好笑的叫 你該不會是還想說 這陸家的山上 都是你的表格 派對也是陸明安 專門為你開的 以為他還出門 來迎接你 有何不可 你算是這什麼東西 我啊 把他站住 誰走 我來接你了 二哥 媽 給你保久 這陪老男睡覺浪乎 氣死我了 哇好美啊 好美啊 陳總你回國了 是啊三年不見 好像比以前更年輕了 謝謝你們好好玩 陳總 你們之間 沒有學員關係的 好美啊 為什麼穿著這個 不好看嗎 好看 只是 這是什麼 只是 哎呀來拍片嗎 就要開心 你看你 我老 啊 啊 啊 星兒 你快走 你還好你倒是嗎 請你 請你 不聽我 是陸千丑落我家屬的 他想殺了我 表哥 他想殺了我 對就是陸千 把星兒嚇死你 那你對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剛才不知道是誰在後面推了我 你把我那個瞬間實在是太害怕了 你又背頭 發現你離我最近 我以前 你是哥哥 你別怪我 我怎麼怪你 只是 他在話說1210年 你用這頭 謝謝 謝謝 你 大家都散了 這不過是個小差距 繼續享受你們的沒法時光吧 這路線怎麼學會多大男人的技量 你弄大完二 現在又開始弄大大表 下一個日後就開始三秒刻了 这个洛西呢 虽然想出这么下单案的手段 难道还指望泳池的水把我淹死不成 想看你出现你也别想好 千丑我找人给你买了新衣服 方便进来吧 哦进来吧 哥我手好酸你帮我吹头发好不好 哥小时候你也是这样帮我吹头发 是啊 我自从已经加出价格营消失冒之后 就再不过 好了头发小都干了 床上是给你买的衣服 都是新的 准备的还挺齐全 我想着都湿了 总要换 那我就一身间换 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 真好看 哥 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 真合适 我从小就看着你长大 怎么可能对你不熟悉啊 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要做什么 要说什么 哥 对我真好 你怎么知道 先程 你在哪呢 快来三哥这三哥有好东西给你看 哦 我知道了 大哥 三哥找我有事我先走啊 兄弟们 给你目中重的介绍一下 这位呢 就是我们家 对对对对对 同爱的小妹 路千丛 对美 这些呢 就是哥哥的搭档 松酒 羊巴还有围棋 这就是你一只 快海嘴边的那个妹妹吗 真是又可爱又漂亮 哎哎 羊巴 别动手动脚 比英哥 你不仗义啊 这么好看的妹妹 一直藏着椰子 那是 我妹妹能使你们想见 就能见到的吗 怎么样妹妹 有没有 忠义的 没有忠义的 哥哥再换一波 啊 感情我们来宴会 就是来给 千宠妹妹选费的 这有什么关系 要有千宠妹妹的话 我可以 我也可以 哎 我妹妹都还没说过什么呢 千宠妹妹 初次见面 给你准备个小礼物 希望 你会喜欢 还有礼物手 谢谢小酒 哎呀 千宠妹妹叫我哥哥了 你不讲武德啊 居然私自准备礼物啊 千宠妹妹 你你也可以叫我一声哥哥吗 是 千宠是 你 你 你人凑什么样的 倒是什么哥哥 没想到我们的 千万顶流路男神 要是个妹公啊 陈姐 哎 老大 我有个朋友想见一点 想回家 可以啊 那我快吃吧快吃吧 我们疼妹妹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欺负她啊 对 千宠妹妹 你真的好可爱啊 千宠妹妹 你真的好可爱啊 陆明英的妹妹吗 一点也不像 就是 你可比她可爱多了 你们好 我是陆明英的妹妹 请问我三哥去哪里了 你们好 我是陆明英的妹妹 请问我三哥去哪里了 这真是上演 真假美猴王呢 明英的妹妹不是千宠吗 你是谁 什么是陆千宠跟你们说的吗 陆千宠 你还真是越来越不要脸 居然敢自称是三哥的妹妹 是明英说的呀 陆明英居然说陆千宠是他妹妹 这个陆千宠 又用了什么迷魂堂 居然把陆明英也拿下了 你究竟是什么人 居然敢冒充明英的妹妹 我冒充 我才是陆明英真正的妹妹 陆千宠才是个冒牌 勾引人大表哥又勾引二表哥 现在连三表哥都不放 那你小看 更何况你们知道他是哪种妹妹吗 是爬山床那种妹妹吗 我说这位小姐 是什么妹妹我不知道 但你说话是真的难听没素质确实 你们这被这个女人外表欺骗 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人 婊子 他说什么 三三哥 你回来了 我问你刚刚骂露千宠什么 三哥 我不是怕你被这个女人蒙蔽吗 他不是什么好货色的 你不相信的话我有证人的 就是萧氏在萧氏茂 他对这个女人最是了解 很有发言权的 萧氏茂也来了 哦 正好 我找萧氏茂有些事情 你去把她交回来 真的吗三哥 那我现在就去跟她打电话 嗯 美丽 这真的是你妹妹 是 我的妹妹 只有清楚 哥 我就说了 那个女人 连亲友妹妹 连个角色都比不上 什么素质 说好像上奸罢 接着敲大妈一样 三哥 悠着点 我听说 二叔还是挺疼 这个私生女的 要说二叔知道了 到大了 他会来找我们麻烦呢 就不好了吗 放心吧 你三哥心里有数 喂是吗 我三哥要见你 你快过来 也许是跟陆氏合作 有关系的事呢 什么 陆山上要见过 对啊 我可是磨过嘴皮色 撒娇求了他好久 才得来你跟他见面的机会的 行啊 你辛苦了 等我们消失 跟陆氏合作成功后 我给你第一等 那你可要记得 对了 我跟三哥说了陆千丑的事情 他好像很生气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把陆先生踩在脚下 让他不要再坚持陆氏的美 这些的都快气到我 不让来 好好好 我马上过了 三哥 这位就是肖氏集团的肖总 陆山少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们之前在宴会上线了 不过当时 和三位少爷之间有一点小误会 我今天可以来佩地道歉 我听说 你跟陆千丑离婚 是因为他出生不幸 我叫他 说话什么意思 哦 不想回答我的问题 不不不不 不是 一言难尽 山少 实不相瞒 这些都是外面的谣言 我的路线总离婚 是因为他 我画连篇 屡教不改 还婚内出轨 什么 婚内出轨 你 居然还做过这种事啊 哥哥 就怎么可能呢 是他们在诬陷我呢 陆千丑 你还在教别 你道德败坏 爱慕虚荣 和男人上床 拾了手指头的手 棒弱的坚主 更是不尽其数 我实在受不了 才和你离婚的 可我怎么听说 肖子没有今天 多亏了你前妻的提携和扶持人 二少 我肖某可是靠自己 一步一步 才走到今天 如果非要说 靠谁的帮助 那也是你们的表妹 陆仙儿 陆千丑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 每天只会做饭洗衣 打赏胃伤 连点仙儿提携都不 确实 陆仙儿不过是二叔养在乡下的私生女 给陆千丑提携 确实不配 什么 私生 三哥 就算我是爸爸的私生女 但我也是你们的亲表妹啊 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 这么像这个陆千丑 你跟他有血缘关系吗 确实 没有血缘过来系的 看吧 果然没有 三哥 我才是你亲妹妹 亲妹 你让你爸爸来我们家 逼迫我们提议你来参加我们的宴会 我们不同意 你还要骂前丑 甚至还要打我大哥 这些我都还没有找你妈 你居然还敢当着我的面去找千丑的吧 你不是说是陆家三位少女请你过来 不是 我们去他就他这个私生女 是嘿 二嫂三嫂对不起派对的事情 我向你们道歉 请你在这位是机会 我们消失集团发展之前 在三天之间 就已经超越了海上大高数纪 我其实一直想和陆家合作 你最痛跟的就你这种 薄荷拆桥王思义的心 你给我听话 只要有我在 我们陆家就不可能跟你消失集团了 山上等等 你想和陆氏合作是吗 三十六 我说了要让你加倍奉还 现在是时候了呢 你插什么话 你能决定陆家的合作事宜 他能 陆先生说我 当你是什么 你最需要知道我是谁 你只需要知道 想和陆家合作的人不计其数 又是什么资格 什么意思 俄罗斯高浓度福特加 重复对外售卖 专为鸡尾酒调制 比起浓度太高 就连最能喝的熟点 喝下一瓶 就能使其未穿 可气 今天 有三瓶子 一瓶 一个亿的桑木合约 两瓶 十个亿的项目合约 小妹 他有计划 三瓶 二十个亿的项目合约 外加 和陆氏 信息资源共享三瓶 老建筑 你有什么借 我们来教练 你不愿意啊 你不愿意 你就算了 喝 我喝 哥 是吗哥哥 这个酒我听说过 真的会喝死人的 坚处 你好狠的心啊 你是不是非要买我的鼻子 我好歹也通了三年的夫妻啊 只要他不贪心 小时髦 你真的全身而退 三瓶我用 你可真够贪心 跪下 我要让虾被奉 我 这两八折 这龟贵 我卸住了 我要让你家被奉 我 我看下 是什么 的 小人姐姐 不能再喝了 我已经不就我哥了 夠了 快可是陸正果 陸續集團到二條街 看到他的面子上就了 好啊 小總 聽到了嗎 那我不讓你喝 那像木 不能 那再喝一瓶 二十餘的像口罩倒手 哇 哎 哈哈 什麼我哥哥 我小董二十 咱還真給他二十一個小 天壯恐怕是知道你先行 先聽他的 小總 答應給你的dp我會給你 除去中間的一小塊 加上騎個兩塊總共二十萬一 我都給你 全滿意 真的 我聽到了 我聽到了 哥 他還削走這個力 男人 消走行行情 你到底我跟班 我跟班 謙重 你真是必要力 勾搭完这个勾搭那个 再少送我男人刀睡个便室 也不怕得病 你又是什么东西 敢这么容骂陆千楚 陆欣啊 请你时刻记住我的身份 我是陆家的承诺人儿女 不过是我父亲弟弟的一个私生 你们全家都要靠着陆家的历史 别太放肆 大哥 陆才是那亲妹妹啊 你千楚我干什么东西 我算个什么东西 不是跟你说了吧 我是陆氏 三位少爷的亲妹 陆氏千金 陆千楚 陆家大小姐没吗 还没做完啊 我真是懒得跟你说那么多 来人 把这个表象结果丢出去 哎你怎么放开我 哎呦妹啊 神啊 你当初是怎么看上那种啊 我可能是眼瞎了吧 回去就找死我吧 我要对不起我 你 是什么 别再丢劲了 敢这么跟我说话 行啊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要是你 你先回去 再想把我丢手就 那好的 你个私生女 还在我面前要吗 他会不会不用这样子 一脚踹了 喂 帮我查一点 叫陆千楚 我要她的丢劲 哥 怀疑陆千楚的身份 五六千楚 你到底是谁 我不明白了 你真的要把东郊那块地皮给笑什么 那可是块香薄薄的 那块地皮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喂喂喂 你们两个不会有什么秘密 瞒着我跟3D吧 好啊 你们俩就有秘密瞒着我们呢 哦 我好相信啊 进进进进进 东郊那块地皮没有任何问题 我只是把邻近的地皮买下来了 就像政府申请通过建立一个墓园 所以 所以 拍下那块地皮 他就砸在了手里 这下他要赔个倾家荡产哦 那样子就是这个效果 不过通过今天的事情 我害怕他会对你的身份有所怀疑 我担心他要是知道你的身份 在背后搞小动作 会对你无所行动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第一 我有你的二哥三哥保护 我怕个瘸子啊 第二 凭我对萧世贸的了解 他那些饭团手价 可不一定能查得出我试试 第三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是堂堂路士千金 没错 有我在 他还敢动你不成 大哥保护就好 啊 好了走吧 这派对也没什么意思 啊不是 啊不不不不不不 莫名尚 你也太小气了 咱们陆家举办派对 小妹不应该属于咱们三个人吗 不 小妹属于我 喂 小妹属于你 没人讲 哇哇 不是 我平时我 你跟陆美丫 你俩 因为说明时间一样的 而我只有一天啊 谁 哎 结果怎么样 小总 陆先生他确实不是陆家大小姐 那他为什么会被邀请参加陆家的私人派对 而且 陆家那三位兄弟 看上去对他很不一般 据我所知 陆先生似乎在很早之前就与陆家三位少爷有过交集 好像就是在跟您离婚的那天 他们见过面 而且有说有笑勾肩搭背 似乎关系不太正常 妈的 陆千丛 我倒是低估了你兜战男人呢 小总 那接下来怎么做 这样 我给你几张照片 你给我传到网上去 再找些水军 你得 是我明白了 陆千丛 你等着瞧 等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个烂货 我看陆家的三位少爷 才会回顾你 如果可能的话 我不想再让你受一点委屈 行了 放假了 回房间睡吧 哈哈 你们干什么 这女人都用我们家哥哥 我该露台 啊 啊 你去死吧 哥 那你倆能夠我妄想 大哥你快放下我 都被當東西砸髒了 沒事砸在我身上 從砸在你身上去 你們居然還在路上 都快抓起來 有人來了快跑 你們別退我別退我 你們為什麼要公司 賤人你自己去看熱鬆吧 陸姓仇女腳踏奔條船 頂流明星入雲衣術蒙騙 聽說啊 你是個高低婚的造婦人盡可不住 我哥哥可不能被你蒙騙了 你們 哥哥 許叔立刻派人撤掉熱索 並且 向所有造謠轉發的人發送女士喊 好的少爺 你們是 路明英的粉絲 沒錯 但是這件事情跟哥哥沒關係 是我們看你不睡眼才跑過來打你的 別想用這件事情威脅我們家哥哥 我為什麼要威脅他 我還要感謝你們支持他呢 誰要你們感謝呀 你們砸了我半天 不知道我是誰啊 你能是誰 你就是個人盡可負道負 喂我的好三哥 小妹我們上熱鬆了 不過你別擔心 乖乖在牙等著 這事就給哥哥來解決 來不及了 你的粉絲們啊 都已經追到家裡 臭打菜葉了 什麼 哎呦這幫小丫頭 氣死我了 你怎麼樣 有沒有受傷啊 我沒事 幸好有大哥顧著我 不然 我就要被他們吃碎 對不起妹妹 我帶他們向你道歉 你跟我道歉一下 兄弟直接不說這個 你把電話的揚聲器打開 你們這些小丫頭 天主是我妹妹 一個爸媽的妹妹 你們在搞什麼 這好像是明英哥哥的聲音 沒錯 我每天都聽他的歌睡覺 這就是他的聲音 原來你是明英哥哥的妹妹 啊 對不起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是他的妹妹 對不起啊 我求你不要告訴他 我是後援會會長 我喜歡他五年了 我絕對不能被他討厭 絕對不能 放開他們吧 你原諒我們了 說實話 你們犯的錯算不上什麼大事 談不上什麼也不原諒的 不過我這個人吧 還真有點小心眼 總要從你們身上 過來些什麼 啊 好了 弄完成了 這這就完了 怎麼你還沒被打夠啊 那我倒是可以把球 啊不不不不不 我我不敢了 好對不起啊我真的知道錯了 好了你們先回去吧 記住 以後不許再這麼衝動了 我知道了嗎謝謝 有車了吧 是是 天長別擔心 我已經派人去吊樓了 馬上就行 十有八九就是那個腦殘 好 喲這不是最會勾搭男人的陸籤主 咋回來找我 怎麼 被陸家的三位少爺臉脆了 找我收你 自從離婚後 發現你只有我頭肉來就死 這樣 如果你在床上把我吃東西 我過去 會考慮考慮 把你們在我身邊 當頭髮 小時茂 本以為上次酒過的是五秒 這件集一筆攻銷了 想到這次更過分 過分 過分 那我就知道 什麼叫真正過分 哎你們是誰 竟然這樣對我 知不知道我是給我打 哎 啊 別跑掉 救命 小心啊 這次之後我希望你找找記憬 有些人 不是你想動作的動作嗎 弄結束 你這劍 竟然找幾個小混蛋來打我 你等著我 我一定要找你 三敗名列公道啊 好啊 你還不找記憬是不是 你跟我打 一毛 別了 我來 你跟我打 不是挺運氣的嗎 你罵我 認定罵你 你敢打我 你起來啊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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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用啊 你牽住 是愛牽刀的 叫人 殺我兒子 你牽手 我告訴你 我跟你背完 我告訴你啊 我告訴你啊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勇士不能分身 警官 看你少書 小樹毛 多行不義 畢自畢 不想挨打 不要再幹這些出格的事情 總之我見你一次打一次 清楚 誰是最好的律師 我告你 誰是最好的律師 放在我家 警官來 這句死腦殘粉 居然相信陸明英 我又互入千寵說了苦話 是忘不上一禮 露千寵 你等著 我不弄死你 師父為人 解氣了 這在哪到哪兒 大哥 這怎麼弄的 是那個消失冒弄是吧 大哥大哥 路迷是 好像逗死 逗死了 逗死的 我 我 你怎麼弄我 你们干什么想玩的 你真是找死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跟陆千丑 哪只手动了 你哪只手就别醒掉 你干什么 陆千丑你真厉害呀 我好歹到你了 你这睡男人都睡到陆氏门口了啊 这么大年纪了 你还是记点口德吧 免得晚年期了 说什么呢 陆千丑我告诉你 我今天带了我们全是最厉害的律师 王律师 以后啊你要是再敢借过我儿子 我就要王律师告你 告得你欺加大臣 胡宿街道不不饿死 不不不 有时间 你还是好好整整你的脸吧 主个乐乐室 陆小姐 我现在就里支持他人伤害陆氏报先生这一生 向你提出调解 萧先生的意思是 您需要伸出一千万做多少 如果你赔不起 他就会向你去互动 一千万 萧氏妈妈我好怕呀 你别这样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再见 我先何来 你说你跪下来 然后你午茶观察 虾松 我会随为考虑 二少爺您来了 你看这个贱人 把我儿子打成这个样子 他他真的很可恶 你给我坐坐住二少 你打的 是啊就这我还先打得轻了呢 二少爷您听听这是人说的话 这个女人真的是很卑鄙 你看我的儿子后面打个这个样子 您啊一定要好好帮我告 你告别他 你告别他 没脸在这个市场做人啊 二少爷确实 说的没错 陆千丑听到了 少爷不说 你确实该死你就该死 我是说 月子打得太轻了 什么 二少爷呀 你这是说了什么话呀 二少爷我们家时报 才是你的亲表妹妹呀 你都没打的这个样子 你这个贱女 你多长得大人闭嘴 陆尔盛 你看陆千丑把我抖打的 你坐不着可不能往外轨啊 我们跟你才是一家人 立权王律师吧 你这是要帮萧家处理这探子烂事 你确定自己有能力承担这件事情 带来的后果 陆尔盛 我不知道是您 我要知道是您 死也不会结这个案子 陆尔盛 陆尔盛 你不用紧张 你接了这个案子也没有什么 只不过呀 你不能只听萧世贸一面之词 对吧 陆忠 说说 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 萧世贸是我的前夫 我们俩因为离婚的事情 一直到不合 那天我去找他 没说两句他就发怒 就要上来打我 说来也巧 陆家少爷一直暗中保护我 看到他要上来打我 自然是上来保护我了 没想到结果就是这样 王律师 你可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不是 这家人这撒谎 不是这样的 他在撒谎 我不是说 是陆前厨这个贱人的撒谎 萧先生 我看这件事情并没有 你跟我说的那么简单 是我能力有限 接不了这个案子 并行高明吧 哎 王律师 你不能不满我们呀 你打身可收了我二百万的 你就是给我两千万 我也不能接这个案子 你没告诉我对面是陆女 我要是接着这个案子 在这个圈子我就没法混了 陆二少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都请你喝茶 好 那我等你 建成你别动手 陆建成 你到底用了什么伎俩 迷糊了陆二少 陆二少 你真的不可想起他 他就是一个人尽可福的贱人老婆 陆先生 我真是想看你 没想到连一向冷静支持的陆二少 都被你的伎俩勾引 算命 陆建成 我哥说 连一向冷静支持的陆二少 都被你的伎俩勾引了 算你狠 我可又不着勾引他 你需要勾引 哈哈哈哈 陆家的我们家 陆家大少 三少 还有现在的二少 一个个怕向他们的处 陆建成 勾引这么多男人 有这么骄傲和自豪吗 你再多说一句非 我现在让你的一目 我可以送你 啊 你要不要收拾 嗯 帮上 让我 让你 好吧 陆家 等等陆二少 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陆家三位少爷 为什么都喜欢陆千丑这个贱 这个女人 我们喜欢是我们的事情 你们不喜欢 那是你的事情 你们管不得吗 二哥今天谢谢你 傻人说什么呢 我是你二哥 这不是应该的吗 就这个答的 我没打死的 都算是手下留情 二哥 你是个律师 怎么能说这种话 没有 怎么你还有事 晚上律师协会有个晚宴 我得去参加一下 那你赶紧吃吧 不要耽误到你 那怎么行 现在是多事就救 你是我们宠在新家上的妹妹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回家呢 等着 你二哥我已经谣人来了 嗯 谁啊 千丑 原来你说谣的人 就是大哥啊 陆明胜 人呢 我已经完整无损的交给你了 二哥 干嘛突然叫他名字 忍得你俩 客气是 你还真管他叫大哥哎 他刚来咱们家的时候 你可是死公主缘叫他大 你说长大理都要嫁给他 那都是玩笑话 有的人不一定当玩笑话哦 有的人不一定当玩笑话哦 哥哥 说什么呢 你的玩意快迟到了啊 哦对对对对 玩意迟到了 照节结束再见啊 二哥拜拜 嗯大哥 我跟二哥说了我不需要人来接的 没想到 他还是把你叫来了 没打扰到你工作了 没有啊对了 这个是给你买的 蛋糕 还是我最爱的芒果口味的 今天什么日子啊 你怎么突然给我送蛋糕啊 十五年 我第一次来的女家 就是你 我第一次来的 啊没什么 我就是在路上看到了 想到你喜欢吃就给你买了 啊对了 今天家里的阿姨请假 没有人做饭 晚上我就带你出去吃 好啊 哥哥带我吃好货了 你去把菜单拿过来 那好的 这不是那个网上很有名的经历西餐厅吗 你带我来这里难道是 不不不不能安心 万一是我问回了呢 怎么了 我只是听说这个餐厅很难定到位置 所以很惊讶你带我来这里 喜欢就好 我也是听我们公司秘书部的小女生 说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到这种餐厅 打卡 我没说错吧 打卡 你还知道打卡 看来 你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老 我在你眼里 很老成吗 不是说你老的意思 是说你成熟伪重 我就喜欢这样 仙儿姐姐你快看 那是不是陆千宠那个贱人和陆夏大哨啊 这个贱人真是一体贵难就难受 就是 真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对 你好 这边有什么地方您 帮我点小事 小事而已 这位小姐 刚才跟您 我来那先生说有东西要给您 那您去后边一趟 难道 陆明胜真的学网上那一套 搞这种突然表白的戏码 是那个方向吗 是的 那边有人在等你 谢谢 您还挂好的 人呢 陆明胜在哪里啊 我 我 我 千丑 叫你勾引我三个表哥 让他们给我他表妹 还给我你这个小事 天哪睡觉见死 我种种你也不为过吧 让你清醒清醒 你早离我的生活远一点 就是 快躲门爱人 好让我哥 拿到同家的合作案 和仙儿姐姐顺利的走在一起 真是我的好妹妹 有你这样的小姑子是我的幸运 仙儿姐姐说什么呢 我哥要是能娶到你 但是他都不记 再见 走吧 有人吗 有人被关在冰箱里 都没了 有人吗 还是没有最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再拨 不好意思啊 我有个朋友刚刚去了卫生间 但是已经过了很久 还没有回来 手机也打不通 你能帮我去卫生间里看一下 好的先生请稍等 有没有人 大哥 有没有人 这没有人 先生卫生间里没有人 啊 没人 这里应该有零下十几度吧 要是没有人来救 我真的会被都死在这里的 有没有人 我们今天真的不知道你过来用餐 有餐 话我们一定经常介绍你 你们餐厅的员工都在这了 是是是 除了外出采买的 我们餐厅今天上班的员工 都在这里了 还有厨师 您有什么事你尽管问他们 你们好好看看 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就在你们餐厅吃饭 说上到卫生间 结果就现实不见了 你们仔细看看 有没有见过 我是见过您和这位小姐一起进来的 后来这位小姐去哪了 我倒还是没有注意 我我也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 我说 好 经理报警 掉监控 丢的是我陆家的大小姐 她要是跟在你餐厅出了什么事 你们这的每一个人 都别想好 陆家大小姐 说 陆家大小姐 刑夺 边 Encang 铺 他说 林欣 不知道你會找到我 對不起 這裡請我來晚了 幹嘛等我 我不要哭 你凍死了 我的手 把我治療了 我被弄壞了 別跑 我這就送你去醫院 我希望你保證 我真的不會有事 我會想睡 謙中 不能睡你不能睡 謙中 堅持住 馬上就到了 不要吵 不要睡 不要睡 馬上就到了 謙中堅持住 不能睡 你可不能有事 取醫院 睡 好 大哥 怎麼會怎麼樣 謙中怎麼會在兵庫裡 是意外還是人為的 你先別問這個吧 這小妹平安出來 怎麼也不吃 醫生 謙中怎麼樣 陸小姐沒什麼大事 好在生活的時間不算太長 情況也不算嚴重 脫離了地空環境 再加上適當的治療 已經脫離危險了 再休息幾天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談事 陸小姐送回病房 睡醒之後就可以探視 謝謝理長 謝謝 大哥你幹什麼這樣 我要去搞清楚 謙中到底為什麼會被關在兵庫裡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小姐 覺得不像他小姐 我要知道 給我一百個蛋坐我也不敢 說說廢話 我現在讓你告訴我 到底是誰讓你這麼做的 你是當天餐廳的那兩個小姐 他們給了我不少錢 他們就讓我把大小姐 引到兵庫門那邊 後面是我都沒有參與 沒洗過錢 沒洗過錢 是他們 就是啊就是啊 哎 路上路上搖我了搖我了 哎 路上路上搖我了 路上搖我吧路上 你跟他做什麼熱鬧 你們不要搗亂 大哥 我知道你擔心我 重視我 遇到我的事情 你常常會控制不住 做出格的事情 但不管是誰做的 對方都不值得你越過底線 讓你把我提死吧 好 我這就回去看你 啊 路上路上 路上 路上 我問我 千種新人 我可不會放過你 哎 真棒 兩位哥哥 你們饒了我吧 我真吃不下啊 不吃東西 怎麼恢復體力啊 啊 真是 喂 哥哥 乾脆給我 他們兩個想搬溫泉豬 這個我可搬不了你 上次我把你搬來醫院 就覺得你太瘦了 嗯 是該好好养养辣 這病房很熱嗎 你臉怎麼還紅呢 你看錯 我拿我涼活 我們看錯了 你們怎麼還不走 今天就我小妹歸我 分路面上 怎麼小妹什麼時候都歸你啊 啊 我不管啊 今天小妹病 我這個當哥哥的 哥哥也不可能離開 你放給他 我就不放 二哥來你也抱你的氣 快快快快 嗯 你放開 放開 我不放我不放 我不放我不放我不放 我不放 我不放 你不放 都好久沒找我了 我最近不是生病了 我想着也不能辛苦你照顾我 才没有告诉你 你别多想 我还以为萧总知道我是私生女之后 就瞧不上我 怎么可能 就算是私生女 也是陆家的私生女 生来就比别人高贵 别人想要私生还没有 这还差不多 我知道你最近在为陆氏项目抽钱 我回去就会问问我爸爸 帮你找找银行贷款的自由 希儿 你可三好 老板 我不是陆千丑和陆家三位少爷 有钱人都玩的这么多吗 哪不愁 我那三位表哥特殊癖好 喜欢共享一个女人 陆千丑 我还真是小看了 为了进陆家 居然连一女士三夫这种事情 都做得出来 陆千丑 我屡次受的都是一位你 哼 这种丑是要是爆出来 那可是大一成魂 我都要看看谁还护得住你 我一定要让你尝尝这种颜面尽湿的滋味 来来来来 公主请进屋 热热烈庆祝公主身体康护 陈 恭迎公主回家 生妈妈的电话 赤桑 你那个小嫩魔传的粉辉怎么回事啊 你还是能够安服役的 沐上大人 我跟那个小嫩魔就见过一次目 我这是被碰 被蹭了热度啊 那老二呢 听说你 你喜欢男的 爸 你听谁说的 我纯直的 你别乱说 那就好 那老大呢 你知故家寡人的 妈妈的一个朋友女儿啊 刚刚回国 无论是年龄啊 长相啊 学历啊 都跟你很般配 怎么样 要不要见一见 张哥他不相信 不是有什么毛病吗 妈妈让我女生去相信 我激动个什么劲啊 牵手 牵手 我怎么你牵手 牵手 牵手 清醒点 你才刚刚走出婚姻的坟墓 这么快就爱上那天子的哥哥 你也太厉害了 我 谁啊进来吧 我记得你生理期快到了 先喝点红糖水吧 哦 谢谢 刚才 为什么不想让我们去相亲啊 我 你愿意去就去呗 你想去我还能来 我不想去 我不想去 我有喜欢的人啊 谁 我觉得 他已经知道了 我不知道 我被 一东啊 大神不好 老 我啊 我 知道就脸都大了 万事有我 别伤着自己 什么事这么着急 敢上这把搜了 热搜 你都还没表白 我们俩怎么会上热搜 陆家三兄弟 共享同一个女人 豪门惊醒 惊天动地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谁干的 肖师茂和肖青青 查到了 是 陆星二 肖师茂五官 和肖师茂五官 不难理解 肖师茂还想跟咱们陆家合作 不敢明目张胆地得罪咱们陆家 道成这个陆星二 仗着有二叔的习惯 做十一点底线的朋友 这个陆星二 咱们都不跟他一般见识 他还真以为咱们泡 就是 三番五次欺负坚持 是该仿佛教育教育的 连打着咱们陆家的名号 都去丢陆家的 陆星二 你干什么 陆星二 你是不是在网上胡说八道 离婚陆家名誉 他先打我 打你 我打死你 说这就说这 别动手 都是你怪的 不是 你是不是在网上 离婚陆家 三个兄弟共享一个女人 还把人家曝光了 就说我说的 不得样了 我说都是事实呀 咱们三个兄弟根本就看不起我 还不然如仙丑欺负我 忘记 忘记他们也曝光我的呀 那外面都在喘 我是小三生的四少女 忘记我们海洛那边的上游说的混吧 那你叫我呗 你个丑伯 是外卖 一点脑子都没有 我告诉你 从没点钱 去路下给我道歉 我不去 去 明天你给我滚回下架 永远不要回来了 别说了 鞋儿 就听你爸的吧 你怎么来了 哟 后来我那三位表哥对你不怎么样了 大清早还让你说是为啥 嘴这么臭 赶紧把口罩放散 你最悦倒 怎么你这脸 不会是被你那个最宠爱的父亲打的吧 真是整个我动手了 怎么 他发现你做的那些坏事 知道得罪不起陆家 别让你来附近行动 就像我家真的得罪不起陆家跟你没有关系 今天是我爸爸陪我一起来 他是知道你这个贱人欺负我 一会欺负好好收拾你 就回家回来见人的 是吗 那你爸爸呢 在哪呢 我在要看 那 你还嘴硬 等会我爸爸来了 千万别扑着求我 我让你来道歉 你还傻站在这干什么 爸 不会给我三位表哥道歉的 他这个贱女一而再的欺负我 你一定要替我报仇 啊 对就是他 爸 干什么 道歉的不是让你来给我欠赌的 你这个不孝女 你丫头用转回来 你别介意 二叔我也不想介意 可是 陆星二这次捅的娄子可大了 他不光是得罪我律姐 他得罪 是整个陆一 爸 他到底是谁 他那是谁 陆家他大小姐 你敢了解 陆千丑 到现在你都没有搞清楚 他是谁就敢得罪他 大青草的 你别让我再删你一顿啊 你就是陆家大小姐 陆家大小姐 我就是陆家大小姐 陆千丑 还不快滚进来 你三个哥哥道歉 大哥二哥三哥对不起 我不应该在网上 造谣你们跟表姐的事情 都是我的错 道歉就该有道歉的看 你归下来刻个图 陆千丑 星儿已经给你道过去 你还这么为难他 这是不给我这个二叔的面 二叔竟然这么说 陆星儿一口里的叫我当父的使用 说我人尽可夫 挽着香氏帽的舍卖我见人的时候 有没有想着给我爸妈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对不起 陆轩 星儿一定给千丑倒过去 大家都是一家人啊 你们就别生气了啊 我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陆千丑 我亲自带星儿跟你道歉 这么不同情的 没有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 陆岑国 我不在家 你竟然让你这私人女 这么亲户的女儿 你眼里又没有我这个大哥 陆岑国 我不在家 你竟然让你这私人女 这么亲户的女儿 你眼里又没有我这个大哥 大哥 你们回来了 我再不回来 你们就要骑到我孩子逃上来了 大嫂 这都是孩子之间的一点小事 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要不是我三位哥哥负责我 恐怕早就事故无存了 什么 够废 你这次 我太过废了 爸妈不在的时候 如果要你好好找你 你闲得危惧的就是 你怎么就骗我 爸妈的女儿 我不敢忘却 那就好 但是 我只是答应了他们要照顾 并没有答应他们 要一次为了养活你 对 现在 你 今天起 我会赐料你公司负责的职务 去外面找个工作 自己养活 吗 你下什么 爸 这什么心都害惨了 现在没钱了啊 你和你爸跟我分享下去 我养不起你们了 我求你了 别打我 我呀 所以说做人不能太绝 万事留一面 日后好相见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爸也不要我了 我什么时候就是狗家人 直到我这死心都挺不离我了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也不算是什么都没有 给你两百万 你就能过去 你要我 我要 我要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你知道吗 我很明白 什么我们都好久没见了 都不想我的吗 想你 为什么想你 你是不是知道 你是陆家私生女这件事情 你就闹得晚情皆知了 什么 虽然我是私生女 但我是真心爱你的呀 拿住 我可承受不住你的爱 我现在使是身家 故意的算是忘了吗 不知道多少明月彗秀 保持两个人 犯的早跟得到你时间了 真是可笑 肖世贸我给过你机会了 和你不中用啊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世贸 别这么说嘛 我还是有点用的 世贸 那我还真没穿出来 有话会说 有皮块放 我展时间 世贸 你最近不是一直在发售银行的资源吗 我有办法帮你贷款 拿到工章的块地皮 真的 当然 我爸和银行长可是铁哥们 他已经答应帮你贷款 而且 我低于五个亿 太棒了 我最近一直在发售 没有银行长贷款 现在终于入门不成 而且 我听大伯父说 这次要是谁拿下东江这块地皮 可以当做屁里 和陆佳大小姐去相亲 要是双方都看对眼了 那可就是天作之和的美食 能着陆大小姐相亲 还有这好事 消失贸 你叫叫 你叫 行 但等事情就交给你 东江那块 不是在 消失贸变卖了房产 抵押了公司 还向银行带了隔翼 再才把东江的那块地皮拍下 那块地啊 现在就是个烫手山羽 消失贸 居然连市场分析都 就肯贷款单向 真不知道他的公司 是怎么走到现在的 还不是靠着我们千丑 这像他那种万安服役的人啊 就算得到滔天富贵 也把握不住 爸妈接下来 我们家 想上演一场精彩好戏 老爷夫人 消失贸了呀 忙得可真快啊 陆千丑 你怎么在这 陆家没有把你担出去吗 萧总贸然前方 所谓何事啊 是这样的 我把陆家 一直看出的东江那块地皮 拍了下 整整画了我 我说 我拍下了东江那块地皮 那又如何 陆家不是说 谁拍下那块地 就可以获得 跟陆大小姐相亲的机会 我来对见陈翁 是这样吗 看来萧总 是想做陈翁快事想疯了吧 这种讲话都编得出来 这里哪有你说的份 我听说 萧总有过一次婚姻 那萧总能否告诉 你为何如此谩骂自己的前期 实际上 说前总他不仅出身不 有娘生 没跃眼 自从嫁了我之后 我早天好吃好喝的供奋 可他不仅不知道暖熟 还出个桌子 和他上过床的男人 不知道 哪像陆大小姐 出身名文 大家闺秀 是多少男人的梦中女神 是吗 那萧总一定不知道 我的女儿是谁吧 确实不知道 但我听说 陆大小姐美貌 知书达理 是个非常优秀的人 我的女儿确实优秀 可惜 却错看了一个卑劣 愚蠢的人渣 萧总连我女人面都没见过 就算要娶她 看来也不是诚心呀 你那块地皮 他留给别人做拼领吧 陆总 就算我与陆大小姐服务员 但那块地皮 我已经拍下了 你总对些情统 你到底是从哪个渠道 听到的这些想到消息 我们陆家 没有这个机会 怎么可能 我刚刚让你助理 电话讯认过的 萧总 大家都是生意人 都应该知道 没有落在笔头上的花 都是空花 我给你解释一下 意思就是说 即使你买下了那块地 你也与陆家大小姐 毫无关系 陆老师 这是背信机 这不是萧总惯用的手段吗 刚刚富贵 就抛弃发妻 我明白了 这是在替陆千冲报复 陆千冲到底给你挂了什么迷魂套 对着这门套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我已经把邻近的那块地买下了 准备建一座墓园 这件事情 只有我们陆家的人才知道 你可千万不要说这事 怎么样 萧总 可还觉得惊喜啊 你给我牵住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萧世贸 网无不已 变性戚义 像你这种人渣 就应该被丢在大街上去祈祷流浪 不牵住 你的奸人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萧世贸 根本就配不上我带给你的贡富贵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传家的威武力的奸人 到底为什么 看来萧总这个智商 是真的不适合做我们陆家的合作人 你到底是为什么 意思就是 你的前妻陆千丑 就是我的女儿 是我们陆家前丑的大小姐 陆千丑是陆家大小姐 我说过 我能让你悠有一切 你可以收回一切 只要 这个惊喜可还满意 你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在骗我 你们何起我在骗我 罗老师 罗老师 罗小小 你们听我说 你们不要再偏打这个女人了 这个贱人不配 我还带不动吗 骗头 你怕不是嫁了个傻子吧 怎么 还要给你看看后口本不成 你要我怎么说 才能成真 错过了多少的偷天富贵 我当然不信 这是你这边的废话 真是来的跟你多废话 把他给我丢出去 是 这种这种 这种 我我之前都是 说东西的名利 我真的真的不是有些伤害人 像是吗 以前我没钱没事的时候 你把我当个物件一样丢来丢去 现在知道我是陆家大小姐 你就跟个狗似的跪在地上求 真是没骨气啊 求你能量 我不是东西 我不是 我不是东西 我不是 我不是 求你能量 别再上了骨气好不好 你当然有错 路市已经发布公告 这辈子都不会和你的家混 如果有谁帮你 就是和我路市作对 重要 你这样会逼死我 真真 就你 就你 就死吧 许多 快 小灯请吧 丢出去 不要 拆手 拆手 丢出去 就 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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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三哥怎么回来了 拆手 你听说了吗 那个萧氏茂 现在已经癌症晚期了 听说还患上了艾滋病 我估计啊 我不久 那个路心儿也急急忙忙去检测了 真是一对孤男女 不该 事情到此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说实话我都累了 既然你这心头大患已经出去了 是不是该考虑谈个恋爱呢 就 要我说吗 旧的去了 新的不就来了吗 哥哥可是这里有很多好资源哦 哎 别乱叮阳 咱们牵宠啊 可是心有所属了 什么 谁啊 你别乱说 不行 这事我必须得问清楚啊 哎对了 是个大哥的 我去问大哥去 哎不对啊 今天怎么没有见到大哥人啊 大哥啊 相亲去 什么相亲 不好意思啊 其实我今天过来 就是为了完成我母上大人的一个心愿 我其实 有喜欢的人了 这样 还挺可惜的 我还挺喜欢你这块呢 哼 这个陆明胜我要回来相亲了 我来男人都是大夫妻子 不好意思 完了 不过要被发现了吧 不过我打扮成器啊 应该发现不了 你怕 哎 人呢 我 哈哈 不是 有人呢 你 别跑 我 啊 哎 為什麼這麼在意我鄉親 吃醋了 我沒有啊 那你為什麼來這裡啊 看風景 謙主 我不想到你哥了 不是我 你說什麼 我說 我不想到你哥了 你你什麼意思啊 我的意思就是 看你鄉親就笑回來了 我就不信 你還能逃出我的仇長心 那我就不可能不表達了 人家沒姐妹好 笑什麼 你想幹什麼 幹什麼 我的錢 人也白白 這一切都拜你所知 陸謙主 你說我想幹什麼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一切都是你自作自首就要自取 我不亂 反正我的關係 而你還好好的活著 正不公平 不公平 小樹毛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動我 陸家的人不會抱過你的 我可是陸家大祥姐 我很害怕 我都怪死了 你覺得 我還會在乎什麼陸家嗎 不過在這之前 高高在上大小姐 大祥水 你怎麼會在乎 我會在乎 我會在乎 你怎麼會在乎 我會在乎 我會在乎 啊 千古你沒事吧 你沒有傷到 你嚇死我了 陸西龍你死我 走進 呀 你沒事了 嗯 你不是大好死于是 我没见 天下 千丑你终于醒了 医生说 你这是激活攻心导致了云厥 怎么样现在 还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呀 陆轩柔你去死我 妈陆明胜呢 他我 妈 我要去找他 我要去找他 陆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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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死 不能 哇哟哈哈哈哈箭頭 你最想見的人在這呢 你怎麼看我 你怎麼可以這樣嚇我呢 我覺得我們有必要迴避一下 可以了嗎 滿身的呢 建成 嫁給我吧 我 我 以前我一直不知道什麼事啊 直到他倒在我面前 那一刻世界仿佛都塌了 我才知道我離不開他了 千中 這一生 這一生我最不願意看到的 就是你劉烈的畫面 今天我們結婚了 這一輩子 我都會好好對你的 你說 他來到那什麼時候整圈 怎麼一點都不知道啊 我都說你怕不怕 上次那麼明顯 一些人都沒法解 天崇 知道嗎 今天這個畫面 在我腦海裡已經存在很久了 今天終於夢想成真了 斗哥轉轉 我們終於走到一起了 天崇 我愛你 我也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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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愛你 我愛你 男生